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什叶派教徒小区是发生了两宗自杀式的炸弹袭击 至少有28人死亡,60多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就承认是发动了袭击 警方就指出,袭击者将炸药是收藏在路边的电单车盒身上 走到人群聚集的市场是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是造成了严重伤亡 死伤者就包括多名保安部队的成员 伊斯兰国曾经多次在伊拉克什叶派小区是发动有关的炸弹袭击 多项民意调查日前就显示 八成半的受访者是认为希腊向错误的方向正在发展 大部分受访者是不满希腊处理经济危机以及难民问题 要求是进行改变 十名的受访者当中只有四人是满意希腊处理难民的手法 超过七成受访者是布满总领齐普拉斯管制的方式 被视为保守派的新民主党 目前支持率是约有两成三 领先执政的极左左翼联盟党约四个百分点 而另一项调查也是显示 新民主党目前领先超过六个百分点 美国宣扬白人主义组织3K党在加州市举行了集会期间 有成员是遭到多名反3K党示威者的袭击 三人被刺伤其中一人情况严重 3K党成员在加州一个公园市举行集会 有穿着钉上象征3K党标记衣服的成员到场之后 随即被多人士包围进行了拳打脚踢 该名男人就表示被人用刀刺伤腹部警方事后是拘捕多人 他们涉嫌袭击伤人 而另外有5名3K党成员被警方怀疑藏有武器被调查 3K党是美国传统的种族主义组织而主张白人至上 去年的6月南卡罗来纳州就造成了9人死亡的扎尔斯顿市黑人教堂枪击案 掐手鲁夫行凶前曾经在网上是发表白人至上的言论 并上载了象征种族主义的旗帜 世界卫生组织把一种广泛应用在制造橡胶产品的化学物质NBT 是列为有机会致癌物质 NBT可用于制造奶嘴胶手套等常见的日用品 一般人有很大的机会是接触 不过有专家也是指出公众使用这些橡胶产品时 接触的NBT分量是很少 影响健康机会不大 被世界卫生组织是列为有机会致癌物质的NBT 在不少的橡胶产品时也可以见到 除了婴儿用的奶嘴之外 还可以在胶手套、游乐场的软电 医学用的胶导管以及汽车轮胎上都可以找到 而至于胶质鞋垫、充气床垫、相经、永帽永静 也是可能含有NBT的橡胶产品 社会发言人就指出 接触NBT最多的是化学和橡胶工厂内的工人 认为他们所受的健康威胁较大 而至于一般的民众在使用橡胶产品如穿戴胶手套时 皮肤只会接触极其微量的NBT 对健康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就呼吁公众务须过分的恐慌 而负责领导研究的专家就指出 把NBT当作公共健康事故并不嫁当 但认为相关行业的工人应该是受到更多的保护 前年感染伊波拉病毒的英国女护士卡费基 是康复出院 医生就指出 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伊波拉的病毒 40岁的卡费基2014年在西非塞拉利昂当义工 回国之后是证实感染伊波拉 去年接受治疗之后是康复出院 但之后被发现仍然有伊波拉病毒在她身上出现 并且出现了并发症 被送到伦敦一间医院一直是留医 西非的伊波拉疫情在2013年的12月是开始爆发 主要集中在塞拉利昂 几内亚以及利比利亚 超过1万1千人死亡 几内亚以及塞拉利昂较早前是已经宣布了解除有关的威胁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看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亚太股市今早是普遍向好 横指今早高开2点是爆在19366点 国际指数低开14点是爆在8019点 蓝筹股个别发展 腾讯平开是爆在142.7 汇控高开1% 爆在50.05分 而金沙中国高开4.3% 爆在28.1 内银股市普遍的偏软 中行是低开1% 工行以及建行偏软 低开少于1% 在各股方面 四环医药停牌11个月 今早复牌是大幅低开65.7% 爆在1.5 内地金融机构就预计 2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将会回落至8000亿至14000亿元 内地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将会达到2.51万亿元 新银银行兼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就表示 往年2月 贷款一般是少于1月份 平均是1月份贷款的55%左右 同时 在1月贷款大幅超出预期之后 监管当局可能控制贷款节奏 他就估计2月新增贷款可能是减至1.4万亿元 平安证券就认为 2月的新增一般性贷款 预计在8000亿至1万亿元左右 而国有大行2月份的新增贷款基本维持平稳略降 但在1月份发力的股份至银行 同政策性银行会有明显的放缓迹象 大行的占比将会明显回升 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在公报当中就提到 全球经济是继续复苏 但依然不均衡 且未达到对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水平 而资本流动出现波动 大宗商品价格是大幅下跌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英国可能是脱离欧盟 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持续增加 都会将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 公报就提到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 并判断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 并未反映全球经济的基本面 公报就预期 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会继续温和扩张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会保持强劲 并且是同意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以实现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 并会继续的密切监察全球经济以及金融的相关形势 有外电就报道 台湾鸿海同日本的Sharp周末期间是进行了商讨 希望能够挽回6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 包括有可能修改Sharp董事会上周批准的协议条款 有消息就指出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与Sharp社长高桥新 也是经过了曾在周末的会谈 消息人士就表示 Sharp的债务可能是超过3000亿日元 成为鸿海收购交易最后一刻出现的绊脚石 有消息人士就指出 鸿海会否调低收购价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改变收购方案 现实已经为之上早 不过收购方案任何重大调整 都需要Sharp董事会再次的投票来得到最终的决定 万大集团的董事长王建林说 在考虑正在英国进行投资 王建林在接受了星期日的泰晤士报 访问时就表示 万大目标是在英国进行 大规模和大金额的投资 有兴趣投资30亿英镑 来兴建一个有餐厅 酒店和舞台表演的主题公园 但目前仍然未找到合适的地点 王建林又表示 可能收购英超球队 但只不是万大的主要策略方向 而另外 万大集团在早前就宣布 在巴黎兴建大席的文化旅游商业综合项目欧洲城 总投资额将会达到30亿欧元 折合将会超过250亿港元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 大约维持在19摄氏度左右 天晴以及非常干燥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